Hello 大家好 珠海疫情有點反覆 確是令人擔心 今晚深夜 珠海市鄉州區新型觀眾病毒肺炎 疫情指揮部發通告 說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設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竟研究決定 明天10月10日上午8時至下午6時 對鄉州區部分區域 開展大規模核酸篩查 檢測範圍是拱北、吉大街道全區域 前山街道、造背、複石、連堂、代山、夏村、白石、南部社區等 檢測對象是以上區域內常住居民和流動人員 10月10日已經離開以上區域的人請就近採養 於此同時又要封區 疫情防控指揮部亦發通告 指10月9日起 即是今日起 鄉州區拱北、前山、吉大街道部分區域 要實施臨時管控 哪些街道聽我說 第一是前山街道造背社區教育路43號 43號之234實行足不出戶 服務上門的臨時管控措施 暫定7日 第二是前山街道造興路西影街東方街造背商業街 實施人不出區 實施人不出區 錯風取物臨時管控措施 暫定3日 第三是吉大街區吉大路 警員路沿臨路、景山路遺合區域 實施人不出區 錯風取物臨時管控措施 暫定3日 以上管控措施在今晚10月9日10時起實施 後續會根據疫情防控形勢變化動態調整 第四方面 拱北街道水灣路萬月酒店 亦實施人不出區 錯風取物臨時管控措施 暫定3日 萬月酒店街區由10月9日3時起實施 下午已經說了 後續亦根據疫情防控形勢變化動態調整 通告亦說居民如果遇到生活、看醫生、心理困難 可以撥打服務熱線 075612345 這是珠海方面最新消息 希望疫情快些壓止到 這集就看到這宗語 但想支持我開掃片尾截圖二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